老花一开箱评论第四期 希望这次不要像上次一样翻车 这个是迷迭香 很多的花儿也都知道 我之前也卖过 而且迷迭香可以做牛排 可以吃 很多的吃货非常喜欢 而且价格很便宜 很多花儿都喜欢淘这种便宜的花 我现在收到的这个是9块9两盆 是从某宝上面淘来的 给大家看一下包装 包装很好 很哇塞 但愿这个老板不会翻车 挑战我们大山东 这个气温你以为是闹着玩的吗 我天天直播的时候冻跟狗一样 非常哇塞 喝了这儿 非常小 非常袖珍的一瓶一个小迷迭香 看样子迷迭香的耐寒能力还可以 但是它用小塑料袋装起来的 它是害怕涂散 还有一个是保湿的一个问题 留有些保温性 有的话问我迷迭香怎么养 给大家看一下描写 迷迭香的一个养护呢 第一点呢 咱们就得注意它的一个光照啊 这一期的话咱们就顺带的教给大家 如何正确的一个示范和操作了 咱们尽量的节奏快一些 好吧 那迷迭香作为一个方向类的室内盆栽啊 可能话说说如何应该更简单的去养护 首先第一点呢大家就要选择一份好土 因为选择一份好土在大家日常养护的时候会节省很多的时间成本 会降低你的养护难度啊 那我们选到的土呢是一个进口的泥炭 很多话说老花衣你天天光会吹啊一个土你还进口 没办法 因为我从地下挖了土 那叫犯罪 那叫非法开采罪 你挖一蚕子两蚕子自己用没事 但是你用来销售就不行了 所以说只能进口 那咱们土选择好了之后呢 咱们就是找一个花盆 花盆的话呢大家就可以找个差不多点的 不要用太深太大的盆 这个花盆用这个就已经是够大了 这样咱们还是垫入一层桃粒 垫这个桃粒的主要目的是做一个透水层 就像咱们人穿鞋是一个鞋地儿一样的功能和道理 加入一层底土 之后呢加入一些底肥 我这个人是比较懒 所以说呢我老是用这种绿胖 花了多优质克力控制肥 直接撒到土里面 再薄薄的来一层土 避免有根系直接接触放进去 不要埋得太深 很多的话我总是把所有的花都埋得很深 不要那样子 就都让它潜漏出来 因为根系是往下长的 你上来就给它锁 你锁我猴你掐我脖 那肯定不行好吧 我怕它冻伤啊 放到暖棚里边一定要 这个土是一个草土 好了放到暖棚里面去化洞 有的话说你怎么种得那么粗糙 我肯定啊 我到后期这些个土 由于它是变形了 看到没 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这个土 你看它再往下走 这样才露出来它表面的根系 我先等它反应反应 先缓一缓吧 因为它来的时候就有一些个变形 那米条线呢 上面就算是种完了 之后呢就是给足光照 有的话在养护的时候呢 会遇到长得特别高 就是那种酷酷臭臭的 你千万别让它太高 要让它当韭菜一样 经常割它 好吧 不要让它长得太高就好了 养护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给足光照 每回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看一下盆土 等到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尽量的不要低于五度以下 低于五度以下 它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我这个呢 也是放到前面暖棚了 等怪鸡点长得密一点呢 我会给大家再进行一次修剪 再等到长得密一点的时候呢 估计就到明年春天了 可以送给大家了 好了 米条线就到这了 当然了它是可以直接食用的 但是要洗一洗啊 你别脏了八瞎的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那种 老爷开张平台第17就差不多到这了 就是让我打分的话呢 9块9这个价格呢 对于这两分花来说呢 对于我们行的人来说呢 这个价格还是有一定利润空间的 就是性价比在一块给80 苗晴呢 能够给到90分 综合呢 85分以上 继续加油 好了 教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这是花1 也花最转1 白了 白了 拜拜